因為那麼多市民都陪我們 我們是不是請大家再等待一下 我想第一個 這個部分 今天聽起來 其實我是覺得 市府跟在地區 有些地方沒有溝通清楚 尤其你們講的東西很保守 所謂很保守 第一個就是 你們其實這邊的公共設施服務水準 都是超標準的 超營建 超內政部的標準 可是你們只講說 綿廠合於標準 其實你這全部都是超過標準的 學校用地、公園用地的面積等等 都是超過的 第二個來講就是 這個地方 你們沒有把這個地方開發好以後 對當地有什麼好處 你們其實沒有提 舉例子來講 這個地方是2.9公頃 因為一般人講搞不清楚 2.9公頃是多麼大 我剛剛算一下 八千七百七十坪 就是將近九千坪 將近九千坪 你這地方開發完以後 你的建幣率如果是40的話 你是無形中多了一個 將近五千坪的 綠帶 不是不一定是叫公園 綠帶 你這退完以後 是五千坪 如果你的建幣率 就是你把房子再拉高一點 變成什麼17到19層樓的時候 你會一個是將近六千坪的開放空間 那當地居民要不要多一個五千坪 還是六千坪的這個開放空間 這個可以大家來談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大家在考慮到容積率的問題 我其實某個程度我也贊成剛剛講的 你現在大家擔心的就是你兩百一變成四百 就是變成一下增加這麼多 我的建議反而是 你們現在別的地方都用四百五 你這邊才用四百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別的基地條件沒有你這個地方好 結果你那邊要用四百五的容積 這邊用四百 但是我並不是說這個地方就要調成四百五 你是不是另外一個反向思考 就是你的條件就是立足點平等 所謂的立足點平等 你這邊就用兩百二十五的容積 跟旁邊的居民的地一樣的容積 但是你用這也是更新嘛 這也是更新的 將來隔壁的 將來一定都會更新嘛 我就用更新的相關的規定 都市更新 你今天是隔壁是八十項北邊的 跟八十項我們現在是南邊的 我通通都用同樣的規定 都市更新的同樣規定 它退縮有獎勵 我就有獎勵 它提供公益設施有獎勵 我也一樣有獎勵 我用那個方法 我用225 那將來該多少的容積 就是多少容積嘛 而且我相信 那個算出來以後 幾乎兩個是一樣的數字 那就不會避免說是你剛剛講的中關放火的問題 好 這個部分我是覺得可以考慮一下 反而是剛剛陳議員講到這個事情 就是因為在座也有比較年長的 也有比較年輕的 那我也不清楚現在這些地方 這個年輕的跟年長的 當然我也曉得 這個年輕人都不喜歡跟老人住在一起啦 不過我們都即將都是變成老人嘛 我們 這個其實已經開始是老人了啦 我也是老人了嘛 對啊 已經是老人了 那將來只是現在我們還有行動力 將來也是沒有行動力嘛 那如果我是沒有行動力 我就住 隔壁就是這個地方可以來住 而且 還有20%的戶數是給當地耶 這都是對當地有注意的 這個地方啊 要我的話我當然希望這邊開起來啊 我將來沒有行動力的時候 我會住在這邊嘛 可是這個好像都沒有在這邊提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部分是不是我的具體的建議 因為剛剛主席也提了 今天這只是都市計畫的變更案 將來還有都市 假如是走骨根 還有都市設計 還有樹堡 好多的委員會去做西部的那個東西 那我是不是這個地方 我的具體建議就是 用容積225 但是適用更新 這等於是公辦更新嘛 不是啊 不是 我就畫成多數更新地區啊 我就用 採用更新的方式 該有哪個獎勵就用獎勵啊 我覺得剛剛主席要先行政部門來回應是比較精準 因為的確那個都委會喔 有些時候是不能夠語樂法令規定 所以我剛剛我也覺得我們 這個幾個局數代表的這個回應 也讓我釋懷了 譬如說的確 如果算出來四百的容積 事實建議 應該是十容嘛 你又要平均告於它 原來是我們還有一些年紀容積 可是因為現在如果說是一個 剛剛環法局也講的精準嘛 就是說它現在 我們上次也澄清過 這個部分 都委會 因為是都市計畫的 全線的範圍內 它如果不是一個整體開發 原來是BOT是一個整體開發 那就要環體 那你現在回到 因為BOT確定 剛剛我們法治上會講 確定不是用BOT來整塊 超過五公頃以上 所以就變成是各個基地來做開發 那很明顯 這個就回到那個開發行為 我覺得這個部分民眾也應該要知道 那開發行為 剛剛講也很精準 住宅區不是 不見得都不用免還免 而是超高樓層才要 那商業區 搞不好就可能會超過 它可能會容易啊等等 那這個是後續 開發行為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部分的確就 一方面是繁平的位定 二方面是都委會的權責 那停車的部分 這個倒是我也要提醒 就是說 現這一段當然是停車格 可是 剛剛也有意見說 這個停車位數夠不夠 可是別忘了 我們也一再提醒 就是那個大眾運輸的進入 就會使大家停車 停少 減少開車 其實我跟各位講 我以前是開車 可是我已經半年不開車 捷運跟U-bike 跟公車 是非常的方便 在台北市 所以這些停車的需求 在台北市 也有很多的案例 規定 反而是不得高於法定停車位 可是這個部分 就要跟民眾溝通 因為你現在到地下室 那可不可以有些空間 一定要是給社區使用 就像剛剛我們 這個托委員提到說 你那個住宅是有百分之多少 是要給當地 像這些就是要疑慮 不然它旁邊 甚至你晚上是不用收費的 對不對 有些地方是十一點 是比較熱鬧的地方 十一點以後才沒有收費 可是很多地方是五六點就沒有收費 那這的確就會造成一些困擾 所以停車的部分 跟那個交通的衝擊的部分 還是要回應 因為想想看 如果我們原來住在這裡 即便這邊是 本來的容積就四百 可是沒有開發 住的人他感受到 就是沒有開發的那種感覺 跟你實際上按照法令規定來走 他的感覺他就會覺得說 就好像我們都建商 畫了一個非常漂亮的房子 其實他都是一個未來的建地 這其實是大家的那個 美麗的感受 可是實際上 我並沒有不照法令規定來走 可是怎麼樣讓民眾真的了解說 這個是在法令制度之下 都市計畫委員會的權限在可以做 那後續的確都審會就可以做很多的規定 樓高多高 開口哪裡 甚至顏色 甚至植栽的類型等等 這個到都省會裡面的確就是可以被討論 我覺得這個部分也是可以在那裡談 那剛剛有提到說 這個州官放國跟這個民眾可不可以來高 我覺得剛剛你們做了分析 這塊地區如果民眾透過都更的方式 他就可以到甚至比那個四百還高 我沒有看錯 你剛剛提到那個四百多嗎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部分 假設用都更的方式 我也可以達到相對的高的容積 那這樣的話才不會說造成這個困擾 那我當然覺得 剛剛邵科長有提到 就是那個日照通風採光 甚至如果可以的話 你也可以做 因為現在那個 有一個技術很簡單嘛 就是CFD 你就大概模擬一下 不可能 即便你蓋地的房子 你如果日出可能會到 可是這個時候你又要退 對不對 那退的部分如果在做都市設計的方式 其實那個通常的影響 都讓民眾更能感受 那你現在也同意說 北側的這一塊也往後退到 加起來多三十 我覺得這東西是一個 設計上的一個手法的一個做法 那最後其實還是一樣 這個案子我真的能夠感受到說 在台灣其實 這個就是我們對於那個 剛剛我忘記是誰有提到說 李祖元建築師 我們就是比他相對的差 因為他就是一個標竿的建築師 或者是我們找那個伊東風雄來幹 對不對 這個回到說 我們對於那個所謂的公營住宅 或對於公墓門蓋的建築物 我們都比較沒有信心 所以上次我有建議說 因為我們副市長 他本身就是房地產 他本身就是要來推動公營住宅 反而這是一個機會 如果真的蓋的品質是非常棒的 反而是假設說 哇蓋的品質很棒 就是地價因為法蘭升高了 這個法蘭是另外一個方式 別忘了我會覺得其實 我們以前在台灣的成長過程 大家都曾經年輕過 可是都還沒有老化 可是台北市 台灣是一個高臨場者的社會 這個部分就必須要去正視 當然我也了解說 這個本來原來就是一個 長照的戶數比較少 那現在因為多嘛 所以才會說 那多的部分 我們一方面又容積 一方面又開放空間又多 然後道路又寬 然後這個又一些捷運的進入 我覺得這個是要取捨跟權衡 那怎麼樣能夠蓋一個高價 不是高品位的 不是高價位 是高品位的標竿建築 讓大家一般對於那個所謂的 社會福利的設施 國外先進國家 荷蘭、日本 它其實都做得不好 那我一直期許 如果這個按照法令的規定 按照原來的這個社會福利的制度 台灣其實是應該會關心到一個 高齡潮子化的現象 那怎麼樣把它變成一個很好的標竿建築 我覺得這才是應該是市政 假設 假設這個都委會通過都有一些往前走 那居民也肯定的話 那我覺得後續反而是 雖然不是現階段都委會的選擇 不過我還是要提醒說 如果這個大家都同意 朝那個方向去努力 那這個反而倒是把它變成 不要污名化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否則這個永遠就會炒不了 都是零幣設施嘛 都很重要 就不要在我家後院 可是這個不會怎麼樣去化解情節 就是要拿出一個好的一個建設的方案 河南 我跟各位 那個夥伴說明 河南真的是高中低混在一起 完全看不出來 那個品質的設計真的是好 那這個部分也是期許 我們張副市長的團隊 或許可以做一個標端成果的建築 以上